威姆斯离队大反转 留守广东透露两点安排 球迷这回可以安心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关于威姆斯的去留问题啊备受球迷的关注有些人呢说他要离开那么有些人说呢他之后又可能留下来 那么到底关于威姆斯离队的一些情况 真正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不妨和大家具体来 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其实关于威姆斯的去留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因为一方面的话广东的在本赛季的一个整体表现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威姆斯的作为第1外援的整体表现应该是不够及格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下个赛季呢马上也要回归了对广东来说 如果说留下马上以及威姆斯两个老将的话可能对球队在下个赛季 双外援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折损 所以据这一点情况就像那很多球迷都在猜测说呢 很有可能最终就是伴随着威姆斯离队的做一个最终的结果 但实际上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 威姆斯离队的一个情况呢 还真的在最近发生了一个大反转 他其实呢在最近呢并不见得一定会离开广东队 那么就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威姆斯也在自己的一次最新直播当中呢和球迷聊聊天 并且呢也聊到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离队问题 首先在这一次直播当中呢威姆斯是明确提出说呢现在暂时呢不会离开广东队 而且之后是否续约的话其实呢还要看双方那些谈合作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起码能够证明了威姆斯暂时不会离队的 而且接下来呢他还在直播当中呢谈到了自己未来的两点人生规划以及重点的安排 那么去这一点的情况之下的话可以了解到 威姆斯即便是将来要退役要离开广东队的 他也都不会离开中国 这一点呢可以说是让很多球迷能够彻底安心的 首先威姆斯提到第一点他之后呢会继续留在广东这边呢 那么像阿联这样的话去开一个球员的训练营 并且打算的退役之后啊继续留在中国工作 那么目前呢就在近期还有媒体透露出呢 其实威姆斯现在已经在深圳这边呢去参加一个训练营来担任教练的角色 所以从这一点呢已经看得出来威姆斯呢已经在开始尝试 不一样的工作就是希望将来呢能够留在中国去开训练营来帮助我们中国篮球这边那些年轻的孩子呢 提升他们的水平 而除了这一点之外的话第2点呢就是他还特别提到 以后等到这边那些条件成熟之后呢他会考虑把家人全部接过来在这里生活 甚至自己呢在这里养老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已经看得出来威姆斯呢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一些生活条件呢包括他这几年那些工作经历应该是非常认可的 也非常喜欢这里的一切 非常喜欢这里的球迷也非常看好这里的篮球市场 所以呢最终才会居于这几点的考虑之下的话在将来甚至要把他的家人呢接过来生活 这一点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往的话其实啊很少有西边的一些外员呢会把他的家人呢彻底按在这里生活 那么你像啊可能呢马布里的话现在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 那么除此之外基本上其他的外员呢 打完比赛之后就要回到他们的国内 那么基本上以后呢如果说没有合作就从来呢不会踏入我们这里一步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威姆斯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例外 那么总的来说呢从这一次啊这两点安排来看我觉得其实就能够确定了 威姆斯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而且之后呢打算在这里扎根 所以我觉得其实将来不管他是否和整个广东队去续业呢 他留在中国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们也相信他之后呢会在这里生根发芽也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呢 给我们中国篮球界面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威姆斯在之后的一些 决定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